過了一個大年多一天 我望那年後面每 Tier 100年 烘百姨 男客巴官 新年快樂 大家晚安 我們家四個小屁孩都吵枝看小吃氣色 kad讓好嗎 小朋友不能看 感謝小 flavor 臉書進行 停車場監控商場電瓶 我順便在這個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問的這個問題啊 他說這個他的業務跟他講 他有裝這個為哨兵模式的行車記錄器 說這個電瓶會容易壞掉 那事實上其實真的還好啦 這個我是覺得可以試看看啦 因為現在車上面的電腦 電子相關零件都很多 所以你熄火當中還是一直在吃電 不要說你加裝的東西啦 你的車子本身你熄火都還在 吃電 上星期看小師上管操讓阿管當個人教練 有一種跟夢中情人上床的感覺 羨慕 真的不錯 真的是專業 那一堂課真的是 讓我深深感覺到說如果這個 我的周遭有一個這樣健身的伴 我一定成長的非常快 我認真講 這個成長我自己默默這樣子弄了兩年 真的看不到什麼成績 CHR在二手車裡搶手嗎 應該還好 我覺得還好 小師怎麼沒跟福特認證中舞車拍YT 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嗎 他們有在拍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比較少會去邀請人家一起來拍啦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我們又沒有多紅 我雖然在FB直播廠講 今天難得開YT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認知說因為我們是小眾 就汽車的節目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要出去找其他的大咖的 我又怕被人家拒絕 所以我們就很少會出去找人家 通常人家來邀請我們大多數會答應的 因為我覺得人家的邀請我們是台居我們 因為我以前有跟其他YT邀約過被婉拒了 那自從那一次我就覺得可能我們比較小台 然後這個人家不太想甩我們 我們沒有流量或是我們的這個風評不好 常常你說黃色笑話 常常說的有的沒的啦 在什麼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反正我們就被拒絕過之後我們就很少再去邀約 其他的YT一起拍了 所以你會看到我跟其他一起Future的影片通常都是對方來找我們 那對方來找我大多數是會答應的 因為我覺得人家來找我們就是看得起我們 不論他頻道是小或是大 我們都覺得說 人家看得起我們一定盡量配合 我們不會去看說他是5萬3萬1萬 還是50萬我們都不會去看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婉拒我們的 大咖YouTuber也不是說他 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不知道原因啦 那通常一定會跟人家沒有不好意思我們最近比較忙 有可能嘛 一律一定這樣回答 他不可能講 你這10幾萬而已 沒機會啦 沒啦 不可能這樣嘛 我有很多猜測嘛 我相信一定 不只是時間的問題嘛 我們有很多預測的空間 是不是他不想甩我啊 是不是嫌我們不夠紅啊 是不是嫌這個我們講話太粗俗啊 等等等等 好有很多原因我們有很多想像空間 那就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們就 比較不會去邀請其他的 YouTuber 我們都在 就是單人來跟我們這個高官 賺吃雜貌 每天就在這 單恩客來恩公慢走 這樣 小絲都枉壞的想 我跟你講這種事不會有好事啦 你都被拒絕會有什麼好事 他覺得你太帥不想跟你合作 不好意思我們覺得小絲太帥了 恐怕搶走我們頻道主的風采 所以恕我婉拒你的合作 有可能是好的嗎 應該不可能吧 我們在14路口對方汽車 在對向車道要左轉 我機車要執行 同時我這向的汽車道有台特斯拉要右轉 結果對向車被特斯拉的白光車閃到 沒看到我朝你撞上去罩折怎麼看 一定是他把你撞的 哪有什麼罩折怎麼看 誰給誰撞 很簡單 你說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白光 然後他沒看到你撞到你 這樣說得過去 怪特斯拉 我右轉沒看到 你看檳榔西斯沒看到你自己撞下去 我們就怪檳榔西斯穿太久 對不對 還有特斯拉的曲 比如說 沒有你看不到狀況下你怎麼可以開呢 你怎麼還在踩油門 你眼睛已經看不到你還在踩油門 正常你應該是要停下來吧 兩天我撞到人說 我跟你說 不好意思 檳榔西斯不對 不好意思我撞到我不好意思 但是檳榔西斯有問題 他穿太多 我在看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一個檳榔西斯 這麼沒職業道德 包得紅紅 這樣阿嬤出來就不會檳榔 結果呢 剛想到這裡我就把你撞下去了 不好意思 我們去找檳榔西斯提告 比如說 烤耳是很容易壞的東西嗎 還好 不用怕烤耳壞喔 我跟大家分享 四缸烤耳四支壞一支了不起 兩支了不起 不可能四支都壞 所以烤耳壞掉 基本上你車還是可以開的 只是比如說壞一支就變三缸再開 就會變成 笨笨隆隆 不順 就這樣而已 那他給你有足夠的時間 趕快去 修理場 換個烤耳 所以烤耳不用擔心會壞掉 他壞掉不會一支壞四支 小師有看到爆料 福特經理故意在邊緣下面保固內 結果外長幫忙證明有保固事件 這個我剛好有講 對這個我剛好有要講 他那個問題是這樣他說保固期內 變速箱有問題就回去 修理場 原廠說這個 要換掉一顆12萬 結果後來這個車主出去以後回去要市面幫他問 問到總公司什麼 說是有保固的 結果 再回廠 他說好有保固有保固 最後呢 也沒有幫他整個換掉12萬 也幫他只有換裡面的 可能禮盒忌騙一些零件而已 所以他就覺得說為什麼 你說沒保固的時候就要整顆換掉12萬 現在我弄出來其實是有保固的狀況 你沒有延長保固所以你要幫我修的狀況 結果竟然只幫我換裡面的零件而已 請問差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 站在一個 我記得啦 站在一個法律的層面來講 車子這個東西啊 其實他本來就沒有一個 換新的一個規定 也就是說 今天不管新車還是二手車商他賣你一台車 你不管什麼問題來 其實我只 會負責幫你修復 但是並不代表我會全部幫你換新 大家不要搞錯 我是把修復到可以這個 正常使用的狀態 他並沒有規定說 你要比如說變速箱 這次的事件 對於這個保固的定義是 我只要恢復你變速箱使用就好了 但是我並沒有 這樣子的 義務說我必須要換整個新的變速箱給你 好我記得是這樣啦 所有的車商的保固條款應該都是一樣 無論是新車或舊車 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這個也牽涉到說你這個原廠 你希望 你傳出去的風聲是怎麼樣的 也有人講說他意思是應該為什麼要12萬卻不能用修的 那我覺得當然這個部分原廠是有問題的 你應該要給消費者 第一個你有保固的狀況你就必須要保固 你不能說沒保固 因為我跟你講 不只 我們今天講的是這個 浮插 我跟你講其他的車廠也有 我之前我也遇過 其實有另外一間車廠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變速箱有一點問題 其實他有延長保固但是 他不會跟你講 很多消費者不知道 凹得過騙得過 虎得過 他就跟你收錢 其實他知道他們變速箱有問題 其實他們有把保固偷偷延長 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拿出來宣傳 那我再換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商人不就是這樣嗎 其實有些事情我不是很理解啦 你站在我的立場 站在我的立場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是 我是原廠的一個角度 我雖然換一顆是12萬 但是我們成本一定是不用12萬 那如果今天因為這樣的事件 你換了這個東西給人家 但是他傳出去是一段佳話 這是一種行銷嘛對不對 你幫消費者換一個新的 新聞稿發一發 叫消費者去洗一洗 是不是又是一波流量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你不花這個錢就被人家查還有保固 然後又用修的然後被人家弄出來 搞的 糟糕你八十的 你一間那麼大間的公司 你何必 這一些原廠每年花 幾百萬 的廣告預算 上千萬的廣告預算 賣給各車評 上電視 你12萬出的 你消費者幫你一傳十十傳百 那不好 那不夠俗 這廣告費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很多公司 我不是在講這一間 很多這種財團公司 頭到小 不知道在想什麼 真的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被人家講什麼道德問題 什麼有的沒有的 好名聲 好廣告沒做到 然後被人家壞事傳千里 然後每年砸 千萬預算去做廣告 你把那個廣告費拿回來 好好回饋 對服務好你的客人我跟你講那個 更好聽那個傳得更快 真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自己我雖然是一個小間的商店零售業 我也很不喜歡人家在外面說小吃那邊說服務很好 其實還好 我們也是盡量聽到客人 我們一定有服務不好過 一定有 但是至少我在吸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有去檢討 我們裡面反應怎麼去補償 怎麼去做完下次不要再犯 對我的消費者好一點不就是最好的行銷 好你砸那麼多錢在那些鳥地方衝三角 反正我是覺得另外一個 也是一個粉絲跟我反應的 不用錄的玩笑 好我先說明以下是 消費者 反應給我的 我是照著消費者的話講出來 不然我會用高很帥 這個正確與否 請你們原廠如果有聽到你們自己去查證 那如果說你們有質疑 我有這個消費者跟我反應的存檔 訊息檔 好不好 好我只是把這個事情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他是說這樣子的啦 他一台 好像是GLC吧 買新車 都在原廠保養 他說他每次在原廠保養的時候 原廠都從上面抽油 把機油抽掉然後加新的進去 他就一直這樣在原廠保養 後來他好像剛過保 他到外廠去一拆開 下面都是漏油的 他就去跟原廠反應說為什麼 你們每一次都沒有幫我拆下戶板 你們都從上面抽 那你們 每一次的保養不是應該都要幫我檢查 有沒有漏油等等的嗎 就算你沒有拆你也得想辦法去看檢查到 那為什麼一直到我過飽了才發現這種漏油 發現這種漏油情形 結果我必須要得自廢 好大概我收到訊息是這樣子啦 那他就有跟我抱怨這個事情 那我在這邊我幫他 表達出來 好不好 正確與否不知道我是聽說的 還是夢到 要說夢到的 有啦我有那個訊息檔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所以他請我提醒消費者就是 當你們回廠保養的時候 那如果有一些 他是原廠是使用從上面抽油 也不從下面漏油啊 不從下面去 去檢查的一些 原廠你是不是可以要求他 尤其是保 因為保固期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就是如果保固期內發生這期 你是可以要求索賠嘛 你如果一不注意你車丹的 你就去裡面喝咖啡 看黑絲瓦 你的車怎麼樣你每次都這樣你的車其實 慢慢在漏油漏在護板 以前的車沒有那個護板他漏油你還可以從你的停車位看得出地上有油漬嘛 現在護板薄到薄薄薄 油都滴在你護板裡面你根本從外面就看不出有沒有在漏油啊 那一直到過保反而 這條錢變你自己要花那不是 得不償失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大家如果以後有機會 去保養這個是要注意的 好不好 不然你以為他請黑絲幹嘛 吸你的注意力 吸你的注意力嘛 管他車去死 老婆 我今天車要保養我預約好了 這個小朋友今天就讓你送去上課 邊開還會邊唱歌 以前很傷心的理由 開心啊 聽到歌就跟著唱 就懷疑我要去保養了 什麼東西是設計出來給小朋友最後是大人比較喜歡的 幼稚園老師 幼稚園老師啊 本來是要設計來 給小朋友結果他的爸爸更喜歡 媽媽也會喜歡 媽媽也會喜歡 打算過保後去外廠現在過保前一個月快去外廠檢查 這真的啦 大家記得 保固的前後 尤其保固前 車子一定要詳細的去在外廠檢查一下 那你才可以去這個 快一點去原廠做索賠 要不然很麻煩 那我跟你講 其實有在一個就是很多車廠 我們比較常見的一些 網路上查證說很多人說變速箱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的這些車款 你一定要去知道 自己有沒有在那個黑名單內 就要特別注意有些其實有延長保固的 例如Suzuki的SS4 其他變速箱也是有保固延長的 例如這個我記得Sentra吧 Super Central好像也有 或是Focus應該也有 大概就類似這一些啦 所以大家你如果你的車種是那種東西你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10幾年的ES240建議買嗎 買啊 那個跟Camery差不多錢 買Camery的比Camery更高的水準為什麼不買 Lasus ES200跟Camery2.0推薦哪一台一定是ES 對不對 小郭雪芙跟郭雪芙 選哪一個 小郭雪芙 選年輕的是不是 也對 選年輕的 晚上照錄 HID大燈比較暗 是不是該換新的 怎麼可能HID大燈應該是不會暗是不是會不會是隔熱紙 就是開燈晚上看一下外面跟裡面的差異 因為HID絕對不可能太暗 HID超亮 亮到扣8 HID就算壞了 衰退了 都比乳素還亮 HID我只有接受過這個消費的反應說太亮 沒有人跟我講太暗了 一台福特中午3萬的車變數相差1萬5 建議換零件還是換車比較好 換車啊 不是因為零件這個東西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零件這個東西並不會因為車的年份 久了而變便宜 他價錢是固定在那個地方的 不是因為說你的車30年你的零件 就只剩下5塊錢 不可能 所以這個比例 這就是台灣的這個恐龍法條 你知道嗎之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新聞 一台 福斯的復古車 不知道T2還是多少 T1還是T2 對不對被人家撞到就跟對方索賠 那復古車零件會便宜嗎整個修起來可能幾十萬 結果呢 這個法官來用折舊算算算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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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好像可能剩下要幫他賠15塊之類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很奇怪了為什麼要折損呢 我修我就是得花那麼多錢啊 我換一個來令片 修理廠並不會因為我的車 年份比較久 算我很便宜 你這個我告訴你這個車20年了 我幫你換這個來令片5塊就好了 有可能嗎 因為這個20年啊 好啦好啦工資5塊就好了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停損點一台車要修的停損點怎麼設 跟你的車礦 跟你的經濟關係 跟你的用車的頻率跟方式 各方面都要去評估起來 你自己才要去評估說 停損點 還要不要再修 還是我要換車 自己要評估 你如果說 叫你拿30萬 出來買一台車你沒有 但是拿1500出來修車你有 那你也只能修了 我認真講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要這個 評估一下自己的口袋 近來接手的W202覺得外觀太老氣怎麼變年輕 不要千萬不要 因為他就是一台 有經典 風味的老車 你硬要去把他弄年輕反而很怪 那就像一個 80歲的老阿嬤 那你要他去穿現在的這個 小短裙 肉麻假線 會不會很怪 不要強迫 他這個年份 你就讓他成為 符合那個年代感的東西就好了 那你覺得他在老氣要變年輕 那你就換一台年輕一點的車 你不要為難 80歲的老太婆 請不要再為難老人家了 好不好 小絲哥你好 你為什麼很少收拾購打 沒有啊就賣過幾台就覺得 好像 沒有特別有需要去賣那個車 而且 其實外面有很多人喜歡賣那個車嘛 因為便宜 折價高 然後可能 他們覺得那個車 他們 後勤有辦法 那我覺得賣那個車後勤很累 我覺得我賣 VAG系統的車 後勤很累 除非他很新 原廠保固中 里程非常低 我有機會有 一半台在賣 但是我不會是常態性的 一大堆這個車在賣 因為我覺得那個車 對我的後勤 會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大小毛病 我覺得那真的很累 不要對我們的後勤 贊成負擔 好不好 神A有工作 原則上都養得起 除非個人開銷 家庭需求太高 如果神A你買得起 養不起的話 我建議你就 放棄開車了 神A啦 Vios 那些車你都養不起 你真的不適合開車 你真的沒有辦法開車 就過一陣子等自己經濟能力好一點 再打算來開車好了 森林人跟服飾地關哪一台比較難養 我不要跟你講哪一台比較難養 我跟你講兩台我會選哪一台買 我會買森林人 就這樣 跟你參考 這我主觀的 好不好 我還沒在路上看過 搞不好你 沒注意你都 以為那個是壓率石改的 你就讓他撇過去了 也不一定 搞不好你看過了 有沒有可能有吧 你沒注意看 有他壓率石開過去了 有改的壓率石開過去了 你沒注意看 你還以為是壓率石 搞不好人家GR了 家裡一台05PASA B55 榮耀 特飾版 老車 有值得再開好幾年的價值嗎 這個基本上現在 你如果要出來賣應該沒有什麼產值了 那至於說要繼續 留著值不值得 就要看你自己的回憶 想要留著做紀念 還有經濟狀況 自己評估 好不好 CRB是不是傳統會進嗎 遇到測況好都會進 CRB本來就是我們的主流商品 過年是休九天 對 沒有我已經 早就開始休了 哈哈哈 我已經要換好幾天了 之前還打電動直播了 我已經培養休假情緒很久了 沒有 拍影片我也是抱著休假的心態在拍的 對啊 抱著休假的心態就差不去休假 2019 Focus要不要收 有啊我店裡都有兩台了 再收啊再來再收啊 Focus3.5台覺得好嗎 很好 我覺得很好 2022賓士C200 Astate VS318選擇哪一台 C200 數兩百的 Outland起步會頓挫 該換變速箱油里程月八萬 可以試試看喔 通常都是從換變速箱油 或添加油金開始 如果真的換了還不行 濾網要換 如果濾網換掉不行 變速箱可能就要檢查 頭家你好會說話 有時候我笑到巴豆疼 你會不會是想拉肚子啊 你確定喔 沒有啦 如果有機會帶給大家開心快樂 最棒 因為這個大家都很悶 對不對 大家都在解憂愁 網路上再找看看有沒有血流程 可以看 對不對 人跟人之間的心 都失去了 原本單純善良愉快的心 好不好 對我們真的那麼正面 對不對 希望看小師的頻道 可以讓你們 找回你們的初衷 就像剛從媽媽 的這個身體出來的 小嬰兒一樣 好不好 這麼的純真 這麼的無瑕 資溝在店裡 看起來都很嚴肅 我跟你講 你當你進公司看到 這一些員工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笑不出來 你笑不出來 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個 當老闆的一個 不為人知的一個 痛苦所在 好不好 Xbox有贊助 對 Xbox的gamepass 加入會員一個月 幾百塊 可以下載100多種遊戲 你們可以去下載 Xbox的那個 gamepass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乾爹之一 好不好 乾爹之一 左邊情趣夢天堂 好不好 這都乾爹 這都乾爹 快車漏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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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這個行車紀錄器 烏刷大舉行車紀錄器 前後鏡頭拉近拉遠 非常清楚 還有我們的podcast Apple的 Google的 都有 快去聽 叫我們傳 傳到沒有人要聽 新款馬三跟focus三點會選哪一個 我會選馬三 剛入手新車有什麼推薦必備隨車小工具 可能就辣椒水吧 要不然 還有什麼 UX250跟CX30 小資哥怎麼選 UX 一定是雷克薩斯的 這品牌定位不一樣 雷克薩斯品牌定位明顯 技高一籌 我跟你講我很膚淺的啦 真的啦 我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那個 我很膚淺 對不對 我這一輩子唯一最不膚淺 就是娶我老婆而已 因為我不僅看到外表 我還看到內心去 所以我才決定娶他 那是我唯一 這輩子最沒有膚淺的一個東西 不是東西你是人 這是精深 這沒有後悔的決定 好不好 為什麼沒有看過二手車上拿車照去造車 因為我跟你講 這 上個禮拜也有人問我 他問我說他用車照 好不好我是建議不要 用車照很容易有一個情形 就是你把 濕氣都照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 罩子上面會有濕氣 反而延長了 水分在車上停留的時間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你造車照 但是你車還是會有灰塵 車照裡面也會有灰塵 當你在掀車照 移動車照 開車照的時候 甚至要把它蓋起來的時候 你的板筋都被這些沙子 磨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通常我們 其實不喜歡用車照 我們也不會送客人車照 通常有客人想要用車照 我們都會勸退他 這樣會不會被賣車照的沙 為什麼我現在講一句話都要斟酌這麼多 想這麼多 思考這麼多 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能回到我以前純真的時代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時代 禮拜五會員直播的時候可以 盡情的說 目前還沒有發現內桌 對 講那發財 發財 我為什麼現在連說個話都要想半天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當時那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小事 有嗎哪有 從來都沒有 對 好運喔 舊的行車記錄線可以用在新的機子上面嗎 建議不要 因為有些他可能電流安培數會不太一樣 我都建議是 連同機子一起換 而且 也牽涉到保固的問題 如果乾爹賣車照呢 那當然我們這個 就用別種方式來 來這個傳達了嘛 對不對 傳達這個賣車照的好處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客人講 還是要注意 我們不能因為要賣東西就說這好棒 好棒棒 吃菜棒吃肉棒 吃肉棒 好棒棒 不行 我們還是要跟人家講 還注意喔 會有一些沙子啊 什麼的 對不對 我們這樣就可以賣了 你愛買就買 對不對 你知識小事你就買 目前是還沒有賣車照 想那麼多塊嗎 好多人那個 哪個 有好多會員都說 會員直播真的超級 超值 加入會員 真的好棒棒 廢話 你們那個超值啊 媽的我那個 跨年那天 馬拉松開了幾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應該跑不掉 大概凌晨幾點 兩三點 對啊 跨年那一天 1月1號那天的凌晨喔 我不知道從 跨年前就開 好像一起在上面跨年的 對不對 對 有看到那個羅智翔在唱歌 開了四五個小時 1個75塊 看小事 比賽四五點 而且你 就是你問什麼 然後都會回答 問什麼幾乎就是 每問必答 沒有在閃躲的 像現在有沒有沒有 賭內隨便問的 我有時候假裝沒看到 對不對 會員直播都不行 每個都乾爹 一國的75塊都變我的乾爹 問什麼我都要講 夭壽啊 我跟你講笑話是真的有學到東西 我最近又收到一個那個 粉絲喔 視訊給我說小事我跟你講 有一次跟這個第一次新怡的女生 出去約會 我們在車上好尷尬 於是我就講了那個 蔣中正 跟蔣夫人的笑話 他就笑了 之後我們的氣氛就變得很融洽 看小事真的可以長知識 好不好 真的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男孩子喔 笑話多激一些 要逗女孩子開心 你知道嗎 不要在那邊裝酷 除非你媽 你真的長得像彭于晏 你不要就是說 我 一副眉頭 身索的樣子 就會有女生來跟你搭訕 沒有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想開 學者怎麼逗女生開心 對不對 用嘴巴逗女生開心 好不好 其他地方不行沒關係 用嘴巴嘛 有遇過原廠電池保固 怎樣可以認定初保 現在應該都有儀器測量了吧 不過 電瓶的確是蠻難認定 初保這件問題 看到肉油真的怕了 運氣不好嗎 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啦 肉油就肉油 肉油就修而已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 你今天 如果娶了一個老婆回來 然後發現 他的那個 胸部是假的 你就把他 離婚了嗎 應該不至於啦 對啊 你如果愛這個人 愛這台車 他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會想辦法把他移好 網路上流傳的一個那個 心靈雞湯 阿嬤為什麼你跟這個 你們都這麼節省 有沒有 因為孩子在我們那個年代 東西壞了 我們不會想要壞新的 我們想要把他修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跟你阿公 這個感情出現裂縫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不會想著把他換掉 我們會想要把他這個 處理好 好不好 心靈雞湯 有沒有看過 八速變速箱推哪台 都推啊 只要八速變速箱都可以買 好啦大家晚安 這個 祝大家新年發大財 注意行車平安 下下禮拜看心情 看有沒有時間再開 好不好 有時間就開沒時間也沒辦法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就是初二吧 對啊 好不好下禮拜看有沒有機會啦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